謝謝主席,麻煩請院長、陳院長還有我們交通部長、內政部長 陳院長請,王部長請 若瑋無安 院長 今天內政部長去南宇 喔,沒關係,沒關係 那我請那個致... 好 我想院長了解我上次質詢主要針對交通的問題 是 那今天一樣我想延續,因為在這個之後 交通部的確做了很多的相關作為,包括內政部的配合等等 希望能夠提升我們的行人的交通安全 那行政院這邊通過了一個所謂行人交通安全的政策綱領 提出了三大的精進作為 包括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 那本席在上個會期事實上也提了交通安全基本法 那個院長是不是有一個政治上的一個承諾 就希望這個會期能夠正式通過 我們希望能夠這個會期通過 那我們希望把它列為我們最重要的 一起來推動的一個東西,好不好 那其他就涉及到實際的作為了 那我們編的預算 就是四年四百億,從明年開始 這個所謂提升行人、人行安全的計劃 交通部、內政部都編的預算 總共四百億 我先問一下 這個是一個競爭型的補助 就是說各縣市要來提報 然後交通部有沒有自己主動的 或內政部自己主動要規劃的一個政策 這個計劃 目前是這樣齁 我們先由交通部 按照依照四路 路口 我們做一個全國的調查以後 然後把這個一千處 現在已經公佈在網路上 希望各個縣市政府 針對這一千處提出他的想法 那目前我們確定 所以他是競爭型的嘛 但是我們有找到 政策引導 政策引導嘛 有點出來哪些縣市哪些地方可能需要 如果他不提呢 他們就去判斷 如果有一些比如說自愛難行的 他可以再 找其他路 那我待會來提這個東西齁 從具體的計劃來講齁 你們提了所謂永續提升行人安全的一個計劃 有六大行動方案 包括改善人性道拉 校園周邊的人行 還有交通安全改善 非耗制化的路口安全 你們說的 希望能夠營造一個讓用路人安心跟放心的 一個生活環境 這一點我完全同意 但是我請問一下我們交通部部長齁 你們之前行政院交通環境處的處長 在我三月份所舉辦公地會的時候 有提到 如果照這種速度的話 當然那時候還沒有特別的預算跟計劃 要把全台灣的行人空間完全改善 要一百年的時間 沒有這麼悲觀吧 沒有這個問題 那我問一下 這四年的四百億 做完之後大概可以達到 台灣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行人空間改善 有一個指標吧 IPI值吧 大概多少 現在我們大概 我們現在路口改善齁 不是只有一個路口 希望這個路口往外再五十公尺 所以比較徹底的 那我們現在估是這種很徹底的 一年至少是一千處 就是以路口為中心的五十公尺內 對 就是把那個人行步道都做出來 這個是我們目前的這個想法 所以這一次不是只是 路口把什麼形狀線退縮 小小的改善 我們是希望比較大的改善 對因為你還有 道路品質的一個提升計劃 另外的 對 我現在講行人的部分 這也就是我今天要特別問的重點 因為我看了一下 你們的計劃 零零種種很多 我看到點的部分 然後這個點我要做什麼改善 我會看到線的部分 我會一條 所謂人心道的改善 我會同意 可是你們缺的是什麼 面 白白講 你這個所謂的一個路口的 方圓五十或一百公尺 對我來講 那都不叫面 對我來講 從全台灣來講 還是一個點 部長我請問問條了 如果 經過幾年之後 四年之後完成 你告訴我 哪一個縣市 可以當作我們的示範縣市 有沒有這個想法 我們希望是競爭型 每一個 我們 我們除了競爭型 還有各縣市要提KPI出來 沒有啊 你自己有沒有想法 全台灣二十二個縣市 有沒有哪個縣市 讓我們帶頭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示範的現實 好我再縮小一點 鄉鎮好了 有沒有哪一個鄉鎮可以作為你 三百多個鄉鎮區 的帶頭示範 然後大安區我沒意見啊 沒有 我要找中校復興路口 那個叫口 那叫點啊 不是面啊 部長理解我的意思吧 我了解 我覺得板橋是合適的 你說的喔 你知道我選區在板橋 但是我不是因為我的選區 我告訴你為什麼 這就是因為我要展 因為政策要人民有感 你每一個鄉鎮喔 只做一條路 民眾沒趕啦 因為我從來不會走那條 我就沒趕 對不對 院長同意吧 我板橋那麼多 我只做一條路 那條路只有那條走過的人 才有趕 所以要最多民眾有趕 第二個 最快達到成效 表面積比較小 但人口很多 第三個 叫最具示範效果 從這個條件來講 我真的認為 板橋應該成為人型示範區 部長你找到我的答案 但是我進一步告訴你為什麼 部長 全台灣人口最多的縣市在哪裡 新北 這內政部長都很清楚 沒錯吧 是 但是你知道 新北市的最大的區 是什麼地方 板橋 板橋多少人口 五十幾萬 五十五萬多 贏過幾個縣市你知道嗎 很多 全台灣二十二個縣市 我們只輸六個直轄市 還有屏東 彰化 新竹 跟雲林 我們贏過其他十幾個縣市 以一個三級的行政區來講 贏過很多縣市 沒錯吧 確實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就算補助的話 以人口來算的話 應該很多 所以他要五十萬人口 第三個 平均密度 因為地方不大 平均密度啊 每平方公里 兩點四萬人 非常的密集耶 對不對 這個還不重要 部長 你們自己做的研究 我跟那個內政部 市長更清楚 板橋真正的所謂的原來 原始原住民很少的 絕大多數都全台灣各地來的 他們只要在板橋 覺得政府有做事 回家都會講 回嘉義 回雲林 回屏東講 你看 政府有在做事 這理由還不夠 我們從交通的理由來告訴你 為什麼板橋應該成為示範區 有一個直轄市 平日夜間 因為人口最多嘛 平日夜間人口最多的行政區 跟院長 跟部長報告一下 板橋 到夜間的時候 將近六十萬人 但白天就少了 少到不到五十萬 這告訴我們什麼 移動 沒錯吧 這是台北市周邊 平日跟夜間停留人口的差異 紅色區就是說晚上都回來了 綠色就是 我們這數字是日間檢掉晚上 所以晚上就回來了 板橋就出去了 再舉個例子 板橋區的通勤履次 一大早的時候一百三十七萬 中午以後最少 但晚上都一百十萬以上 回來板橋 這個數字是你們自己 內政部電信人口統計 用手機去做出來的 很有科學的依據 新發佈的 所以 請問一下 部長 從這個角度來 從交通的密度 流量 人口密集度 各方面來講 真的要改善一個 找一個點 來做我們全區 不是點線而已喔 全區把它改善 我跟你講 最快的 人民最有感的 最能夠做示範的 叫做板橋 部長你現在同意了吧 我同意 不是因為我 選區是板橋喔 當然選區板橋很重要啦 但重點是 這個從交通的邏輯 哲學來講 從市長 從內政部的角度來講 照顧最多人 是 從院長的角度 作為一個全國示範區來講 板橋當之無愧 這樣同意吧 同意了 院長同意吧 同意 所以不能說你們 新北市政府去來爭取 我們政府要有個政策方向 我要以板橋做為全台灣交通改善示範區 真的很簡單 為什麼 就那幾條大馬路 人口集中在那個地方 做起來很快 民眾有感 我給你看一個有感的東西 這是我們過去幾年 謝謝內政部一見署 謝謝交通部等等 我們做了 地下公園停車場 學校停車場 附近的周邊人性到改善 我跟各位報告 民眾真的有感 但是很抱歉 就是學校周邊 你講的 五十公尺 通學巷 但是我現在跟民眾都講一件事情 我們希望把整個板橋 都變成像這樣子 民眾說 哇 這個夢想 有可能實現嗎 我說只要交通部 只要行政願意配合 把這個板橋 列為我們全國的首山之區的示範區 做得到 院長 我這個想法還可以吧 這是一個很好的構想 但是我個人覺得 需要新北市政府也跟我們一起 沒有啦 你只要願意給錢 他當然都願意吧 沒有 院長我現在提的就是說 競爭型計畫沒有錯 地方政府 來提 對 對 但是我們中間可以主動啊 可以啊 可以 其他宣示我不會排擠 你繼續用你們的競爭型 沒有 但是我要找一個示範區 我就以板橋為主 然後來做為全國 友善安全的示範區 我們跟新北市政府主動來談 我我我剛才講說要跟台北市政府來談的 最主要的就是因為有很多的像是 齊樓啊等等 我知道我知道 要他們需要地方政府 因為實際執行是地方政府 我同意 然後難度可信 這個 這個困難的地方怎麼克服 他們要知道 但如果一個大的政策方向 我們選定比方說 找一個這個三級的鄉鎮市區 做一個示範區 把全面改善 然後全台灣來參觀觀摩 以後就這樣 照這樣 你不覺得這個很美嗎 我本來就想到說 喔這也許像巴黎的某一些區啊等等啊 有它的特色一樣 所以我們以這個方向來努力吧 我舉個例子 這是我們最近一個新的計畫 在板橋一條路 三明路 你看那個現在 左手邊是現在 右手邊是你們未來的示意圖 哇這個願景真的很美 大家希望朝這個方向走 所以包括院長你們好好評估一下 我們來看看 請交通部評估一下 看看經費啦 等等的 經費我們可以逐年嘛 對 不是今年全部把錢通通放到板橋 不是嘛 就一個重點 來作為施政方向 讓民眾有感亮點的計畫 這樣可以吧 因為剛才部長自己就說了 我還沒講你就說板橋啊 但是我相信我講完之後 你會更有說服力 對其他人 部會的說服 等等各方面應該是有的啦 好不好 好接下來 部長你也知道齁 包括內政部跟交通部都在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說臨時違規紀典 相關正義 尤其對職業駕駛人的問題 齁 那當然你們有一些 所謂的討論啦 所謂的討論啦 協商過了 就是說啊 基本上 如果是沒有影響到這個 重大的違規啦 齁 然後這個 重大的情況 基本上是用勸導為優先嘛 齁 也是未出現喔 從五六月份我們新修法通過之後 你看到沒有 民眾選舉的數目 暴增 從平均每個月三十三萬 暴增到四十四萬 我沒有說民眾選舉是不對的 但是問題出現了 你們剛才提到了 如果只是臨庭載東西下貨 但是民眾檢舉了 你沒辦法勸導啊 因為照片照了 影片照了 就叫給警方了 警方可以說不開單嗎 不可以 不可以嘛 所以你所謂勸導優先 這是勸導假的 因為我們現在處理的 不是警察 取締的問題 要處理的是 違規怎麼處理的問題 齁 我再舉個例子 這是我們立法院附近的 7-11 不是啊 那個全家跟 跟那個 萊爾夫 他們周邊完全都紅線 完全都紅線 齁 因為我們現在接到很多的程序 是所謂這種 運輸業者 職業駕駛工會 旅行業 旅遊業者的程序 因為沒有任何地方停車 我給你保證 如果有一個選舉答案 就坐在那邊 二十四小時一直錄 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這些駕駛大概都 掉照都掉沒了 那我請問一下那個 勞動部部長 這題很快 你邊走 我邊跟你講 也先問一下部長 如果一個駕駛員 職業駕駛員 一年之後 被扣罩 兩個月 請問一下 雇主要怎麼處理 一個遊覽車司機 被扣罩兩個月 是 然後接下來 雇主要怎麼處理 可以把他fire掉嗎 不能直接就把他fire掉 可是他不能駕駛啊 他的工作駕駛啊 我把他擺在公司嗎 他可能要看他們之間的一個 因為他這個代表工作規則 這個一些 就是他要怎麼樣 他要給他停 就是說 沒有現在有個問題 解雇的問題 這個 因為這個很複雜 就是現在很多 老闆在傷腦筋 駕駛在傷腦筋 我的駕照被調酷兩個月了 也不是他故意回大機 因為很簡單 他很多遊覽車沒地方停 他上下課 上下車 然後有人檢舉了 告了 你也沒辦法勸導 就開了 然後一年內十二點之後 他就被調酷執照 那這時候怎麼辦 雇主怎麼辦 這個雇主 這個駕駛被調酷兩個月 駕照 這時候怎麼辦 你告訴我雇主怎麼辦 可能必須 先把它調整看 其他的工作 非駕駛 他就駕駛 你知道他調什麼工作 但是因為這個調酷也是 我沒有說 他不能完全 不能完全是 喔就是說 規則他啦 他可能也有他的一些 好那我問你 我問你喔 如果他被吊銷指導 因為兩年內連續兩次 吊銷 如果吊銷 那可能 這個 是不自願 自願離職還是 非自願離職 可能 最好是雙方去協商 這種情況 這個因素出現 所以院長我現在講就是 政府要顧慮到這些相關的問題 尤其是配套的問題 尤其是配套的問題 對 我現在講說 因為這些造成問題 政府的責任 來面對這些問題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